最近,因为上了吐槽大会,洗白自己插刀叫教主的身份,杜纯又站在了风口浪尖上。 杜纯在节目里说,插刀是插兄弟,自己和印小天只是合作过,压根不是兄弟,怎么能叫插刀呢? 不过很多细心的网友可发现,当年去发之前,杜纯可是经常在微博上和印小天仪兄弟的身份进行互动啊,现在又说不说,这不是自己打脸吗? 小巴发现,杜纯不仅洗白胃成功,反而被搬出了更多黑料,赶紧跟着小巴来吃瓜。 2012年北京青年热播之后,杜纯上过一次非常近距离,节目中李静问他,是不是跟导演申请交吻戏了? 杜纯承认说,自己的确申请了。 李静问这是为戏考虑,还是出于个人目的? 杜纯承笑呵呵的说,其实有点个人目的。 杜纯还详细解读了自己的线路历程,他说,自己拿到北京青年,剧本翻了半天,看到任重,毕成,和刚他们都有吻戏,就自己没有。 所以,他就立马去找导演要求加吻戏了。 最后呢,导演也的确给他加上了和女演员姚迪的吻戏。 比起强烈要求加吻戏,更让小巴震惊的是,杜纯竟然是瞒着姚迪跟导演要求的。 他还特别大言不惨着说,我不争取他的意见,他万一不同意,不就毕掉了吗? 要在他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,就已经加好了。 听到杜纯这话,小巴真的震惊了。 经不住翻了个白眼,其实那期非常近距离,真的很宝藏。 小巴看完以后对杜纯的好感直线下降,比如说, 当时他说到翻剧本找本戏,李静就吐槽说,你们男演员拿到剧本先找本戏。 杜纯立马给自己招呼说,大家都在找,不光我一人在找了。 听起来好像是在拉起他男演员下水。 节目里他还特骄傲的说,自己拍戏时,从来没被赵宝庄导演卖过, 如果光这一句自夸吧,也就罢了更过分的是,他竟然还说, 正,从前几年一直被赵宝庄导演骂,到现在不骂了,也不知道是演好了,还是懒得骂了。 这话感觉也是在像任众插刀啊。 还有一次,杜纯接受采访的时候爆料说,他和佟丽娅拍恋爱那点事儿时,曾经瞒着陈思成拍吻戏,是不是感觉很震惊? 不过啊,当时这事儿其实是他们两人商量好的。 佟丽娅和杜纯说,有吻戏的事儿不要跟陈思成说,但陈思成最后还是知道了其实小巴觉得, 演员出于剧情需要有吻戏什么的很正常,陈思成本人也是演员应该能理解, 杜纯和佟丽娅,完全没必要拿着陈思成吗?一旦拿着就好像怪怪的以前。 杜纯在很多网友心里都属于存在感不是特别强,但是比较低调的实力派演员, 可是最近她的黑料似乎特别多,小巴不禁想了一句,难道她的人设真的要崩塌了吗? 你们觉得呢? 是啊啊 是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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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재